我一世纪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话语的实际 我们为你带来的信息题为 贫穷不是神的心意 让我们一起看看 诗篇第七十四章 二十一至二十二节 说些什么 啊 不要叫受企压的人 蒙羞回去 要叫贫穷 和有需要的人 赞美你的名 神啊 起来为自己申诉 要纪念于婉人 怎样终日辱骂你 诗篇第七十四篇 包含了先知亚莎 一段美丽而感人之深的祷告 他祷告说 顾念所立的月 因为地上黑暗之处 都满了强暴的住所 啊 不要叫受企压的人 蒙羞回去 要叫贫穷 和有需要的人 赞美你的名 诗篇第七十四章 二十至二十一节 亚莎的祷告 反映了对受企压者的 共同关怀 受企压者只能寄希望于神 从比他们更有权势之人 那里得解脱 因此 亚莎对他们得到保护 免受羞辱的恳求 强调了他们对神干预的依赖 不久前 我们听说 烟火侵略了家园 许多家庭岌岌可危 几乎没有逃生的机会 这些受害者面对歧途 让他们保持沉默的强大造势者 代表了我们应该为之 祷告的穷人和有需要的人 通过我们日切的祷告和行动 我们可以击退邪恶 未受企压者带来希望 尽有经济援助是不够的 教育和培训是必不可少的 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为求人呆倒 恳求神的恩宠和恩典 使他们的眼睛打开 得以看到机会 赋予他们摆脱贫困的能力 诗篇第33章第5节说 他喜爱仁义公平 遍地满了主的良善 贫穷不是神的设计 路加福音第4章18-19节 耶稣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他差我一好伤心的人 宣告被卢的德释放 狭眼的德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德自由 宣告主的悦纳之年 福音在哪里 自由地宣讲和传扬 那里的人们就会改变 贫穷的人就不再贫穷 因此要致力于 把福音带到各处 会有越来越多的生命被改变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宣告 我被赋予能力 成为这个世界的编割者 成为神爱和怜悯的器皿 为那些需要帮助之人 带来希望和救助 我为那些受启压制人 祷告 当他们领受福音之光 并行在神对他们的旨意中时 就能经历到神的保护 供应和赋能 在耶稣的名利 阿们 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今天的信息 我们鼓励你在学习期间 参考并默想这些禁文 伊赛亚书第58章6-7节 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 约翰3书第1章第2节 一年读经计划 罗马书第15章14-33章 诗篇第99-101章 两年读经计划 菲利比书第2章19-30节 伊赛亚书第65章 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本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8123种语言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 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